好,在这边他告诉我5a是s,5b是t, 然后我们express这个in terms of a,b, 所以我在这边我的5a等于s, 然后还有5b等于t的时候, 这边他提供了我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就是我的a等于log to s, 然后我的b等于log5b, so我知道这两样东西之后呢, 还有我们做这一个东西的时候, 它其实就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把这一个换base, 怎样换base呢,就是换log5, log5s2 over5b, over这个log5b, ok,so我上面这一边呢, 他就会变成了2log5s, 然后再减log5, 再减log5b, 然后他下面这一边呢, 他这一个log5b的话呢, 他就是log5, 没有log525不是log5b, 解错了,log525, 这个是log525, log525其实是5square来的, 所以他这一个东西其实是5square, 所以他这一个是2log55, ok,在这一边, 他除了刚刚这两个之外, 我还知道log55会是等于1, ok,log55等于1, 所以在这一边, 2log5x就2a咯, 减低咯, 减1再减低, 减1减低, 然后整个东西再除以2, 那这一题就解决了, 这一题就解决了,